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想我們就準時開始三點了 那我們下兩個接著兩位講者 第一位是要由我們成功大學的蔡元榮 蔡博士 蔡研究員 他要來講的是我們現在大共同封 他檢視區的畫設 還有這個警戒指的訂定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說我們是不是就熱點掌聲來 要開啟我們的蔡博士 謝謝吳老師 因為我剛才有聽國威政公講的一些資料 所以我在今天簡報的部分 我有再補充一些資料 因為想說 因為其實這一兩年 我也到處跟大家介紹大共同封他 但是在今天這個場 我發現滿多是面孔的 所以我在把一些跟大共同封他有關的資料 怎麼來的 為什麼這個計畫再稍微做一些補充 那個資料應該是會後會有 好 那今天我要報告的部分就分成這四個部分 其實我裡面還有再加一個一些案例的探討 那這幾個大部分就是計畫背景 那題目就講了要做什麼影響範圍的畫設 怎麼做警戒語這樣的訂定 剛才國威政公這裡有講 然後善老師也有講 我們雖然訂了這些職出來 雖然訂了這些我們要去做操作需要這些職 但是這些職什麼來的 它的依據是什麼 那今天就透過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做說明 那最後一個結論 你建議我想也是一個經驗分享的部分 好 那計畫圓姐剛才也都講了 其實最早的時候是日本來調查 那日本其實那時候來他們就叫深層崩壞 最早最早他們就叫深層崩壞 那這個名詞我們其實因為日文跟我們很多字會通 所以大家那時候就講說那我們就叫深層崩壞 但是一講深層崩壞之後 國內就有問題出來了 深層到底要多深層 那它有沒有一些特殊的現象 特殊的機制 那很多的討論 那時候我想善老師應該也是有參加過這類的討論 到底要怎麼定義這個東西 後來在NCDR那邊就決定說 那我們是以規模 就是說我們是以造成的災害為主 那所以後來把它叫做大規模崩塌 但是這個大規模崩塌其實在講的就是所謂的深層崩塌 那這幾個大規模崩塌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它量體上是像D 這是在日本的一個分類 它用崩塌的速度 崩塌的規模去做一個分類 分了四個向線 一個是規模的部分 規模由左往右越來越大 速度由下往上越來越快 所以它要把它分成四個向線 就是如果說是小範圍然後慢慢在動的 我們才講的淺變等等的就是落在 不好意思 就落在這個左下角這個位置 那上面的是我們最常看到的崩塌 規模小小的 但是它運動速度很快 我們就要淺層的崩塌 那在右下角這個叫做地滑 規模很大 但是它動得很慢 走走停停的 我們國內可能大家比較常聽到就是爐山 爐山北坡的地滑就屬於這個類型 那在日本其實剛才就講 其實他們很早就有講這些事情 那所以就要深層破壞 規模又大 運動速度又快 那它的發生機制在這裡有一些可以給大家看 就是它可能是跟淺層崩塌不一樣 或者跟地滑這個材料均質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的是突然發生的 然後速度比較快的 它是這樣的一個運動過程 那因為這樣的運動過程 它就產生了兩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是因為量體規模很大 所以它的災害影響範圍會很大 第二個 它的運動速度很快 所以我們要做預警的時候就不容易 我們很難去抓 那量體規模大不只崩塌本身自己垮下來 會把下面的保全對象掩埋以外 它有可能像這樣會阻斷溪流 溪流蓄水後形成岩色湖再一次的潰絕 小林村就屬於這樣的案例 那或者是它在比較陡的地方發生 這些材料成為土石流的來源 然後再發生土石流 那在高雄的新開就屬於這樣的案例 所以大規模工它本身 我們雖然講說它是崩塌 但是因為它的量體跟發生的地點 就會造成說它有各式各樣的災害產生 那各式各樣的災害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防災作文 比如說我們要去做監測設備 我們要去做舒散B探 到底要考慮到什麼程度 這個就是我們遭遇到的課題 那接下來知道說會有這樣的問題之後 我這裡因為我在稍微補一些資料 就這個我是今天補的 就我們到底能不能知道大規模工它在哪裡 我們今天講了這麼多 到底剛才也好多數字都有聽到說 9000多處、238處等等的到底在哪裡 其實剛才就講說崩塌要發生 它規模很大 所以它並不是突然發生的 它是在這個地形長期受到重力的影響 或者是水利、地震等等的影響的作用之下形成的 那它在形成的時候 其實因為你是長期的變形 那地表就會有很多徵兆 那這個在教科書上 大家可能都會常常看到這張圖 它有灌布 旁邊會裂掉 中間會有水系 肚子會空起來 那我們到現場 這是一個案例 我們到現場可以去查 那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所以說那都有這些案例 那我們大規模它怎麼會沒有找到 不好意思 好 那我簡報這裡差一條 那這個是我們一般使用的航照 那剛才講說我們會看到有裂系 會看到有這些水系的發育等等的 但事實上因為台灣的特性 我們的紙批是非常茂密的 所以其實剛才講的東西 我們一般透過我們的地形圖 我們的航照幾乎是看不到的 那這樣的現象 我們剛才講說雖然教科書上有很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有這些徵兆的地方它就是滑動 它就是有可能才能破壞的地方 但事實上我們找不到 那怎麼辦 那時候地調所有開始研發這個技術 叫空載雷射測距的技術 我們把我們傳統的雷射測距放到飛機上 把用飛機去載去打地上的訊息 那這個雷達光達 所謂光達掃描 這個它的密度非常的高 它一灑出去都是上萬點 數十萬點 所以這些點打到地表上 它有可能是打到地表 有可能是打到樹頂 有可能打到樹枝樹幹等等 但是它會有不同的反射 利用這樣的一些分析技術 我們就可以去把真實的地表地形做出來 真實的地表地形 那這個是早期的DEM 這個是一個範例 早期的DEM其實要我來做這個分析 也看不到什麼 那漸漸的有5米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勉強的來看出來說 這裡好像有裂掉 那有一些石鉤看得到 那用了光達的之後 這個是5米的地形 可以看到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什麼 道路看得到 透過這樣的資料 我們在道路上看得到 一些地面的紋理我們看得到了 那在剛剛檔案更進度更高 目前地調所在使用的是這個硬米的工達 可以看到剛才講說石鉤 那石鉤我們又在發育 有沒有一些裂隙 這個裂隙到底是道路呢 還是真的裂開的地方 用這樣的方式就漸漸的看得到 那地調所也花了6年的時間 把這個資料做完 那做完之後就交由相關的地址 相關人員一幅一幅圖 一張圖一張圖去看 去把這個大規模的位置圈出來 那這個是另外有直升的 剛才講說雷達打下來 會有樹的形狀也看得到 其實方式的形狀也都看得到 那這個是處理前後的 這是有樹的地方 這是沒有樹的地方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去比對說 那到底是真的 我們剛才在教科樹上面看到的 那些地形特徵到底發生在哪裡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圈會 那要去做圈會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案例 這個是成功大學林慶偉老師他們做的 左邊這張圖就是剛才講的 做出來的陰影圖 這個地方是在台東的原品地地零的 那可以看到在這裡有看到石溝 藍色的線花照是石溝 那在這裡有看到一些灌布 就有凹陷有一些這樣的特徵 那要請大家特別看的是說 這個是在調查的時候 這個陰影圖是陰影圖調查 那同時他在飛的時候 其實他有拍了一批航照 所以可以看到說同時間在做這個地形圖的時候 同時間航照是長這個樣子的 那請大家記得這個整片是綠色的 那在天吐颱風的時候 因為降雨的發生 那可以看到它垮下來了 也是說我們這樣看的這些特徵的地方 發生這些特徵的地方 確實是有可能是會破壞的位置 而不是說它只是地形上一個特徵 但是這個方法的問題就是 那每一個都這樣嗎 不是 我們今天有很多案例 好 那這樣子這樣的結果 剛才講就是地質調查所的部分 林務局 稅保局 各單位 那時候發現有了這麼一個技術 就開始來做這樣的分析 投入了經費來做這樣的分析 做這樣的調查 把全台灣掃過一輪 那把全台灣掃過一輪 這個所謂的一輪指的是說地調所 他考慮的是有住人的地方 林務局考慮的是林班地 水保局那時候是先做示範 只有做高平息 所以所謂的一輪 只是依照各單位裡面 他都做過一輪 但是每個單位的目的不同 他實施的對象不同 實施的地方也不同 所以一定還是有沒有找到的地方 但是在第一階段的成果 就總共找到了9,848個 那9,848個顯示區出來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想說那到底怎麼辦 那陀威記憲剛才也有提到說 那其實就第一個階段 我們站老師也有提到 我們要管理的是人 我們就找有人的地方 先把有人的地方挑出來 有238處 就是這個顯示區周圍 那是周圍到哪裡就不知道 只要我們判斷說 他周圍可能有人的 我們就先把他選出來 總共選了238處 那238處之後 我們再依他的活動性 等等的一些地表的特徵 有沒有 就剛才講的 這些特徵是最近發生的 還是持續發生的 還是本來一直就在那裡 去做了一些分類之後 總共找到98個 那98個就是未來會去發警戒 會來做這些所謂的 防災操作的地方 98處 從9,848處到238 再到98 那到98處其實第一件 就剛才講的 其實就有兩件事情 在我這邊協助的部分 就有兩件事情要做 第一個就是影響範圍 他到底崩下來會影響到誰 第二個就是警戒語量 到底怎樣的語量會觸發他 這個是我負責的部分 那我先講影響範圍 那影響範圍的部分 其實要去做 剛才也都有前面幾個也都有提到 大規模波他不是只有台灣的特產 全世界各地都有 而且不只降雨會發生 地震也會 這個是9分23發生的 9分23那是在921地震的時候發生的 那在國道3號大家也有這樣的案例 他甚至是在沒有下雨的時候發生 我們去收集了很多的案例 他堆積的範圍 堆積的形狀 就是這種觸發的原因來做這些後續研究要使用的 那當然也不只收集台灣的案例 全世界的案例我們都去收 只要他有發生崩塌 那有形成焰色谷 或者是有各式各樣的災害 我們都去把它收集 那收集完我們去做彙整 那其實就大概得到三個 第一個他要嘛就掉下來 直接剛才講直接把坡子的這些聚落直接毀掉 第二個他落到河道裡面 河道比較凍 那形成土石流 他就會用土石流的方式再流出來 第三個河道比較寬 他有辦法這些土比較有長時間的機會 可以堵在這邊 那就會蓄水形成焰色 影響範圍越來越大 那到底有沒有辦法去做評估 那在為了要做這件事情 那水報局在去年就完成了這個叫做 影響範圍的作業流程 就是我們所有的潛市區都要經過這個作業流程 然後去判斷他到底影響到哪裡 那因為我一開始收到的訊息是說 來參加的都會是一些防災相關的人員 那我想這個流程對大家以後要去面對民眾 民眾一定會問說 那為什麼我在影響範圍內 我又不再撲滅 這個會有相當的就是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也就比較花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影響範圍怎麼來 那影響範圍的步驟 其實這個作業流程 目前水報局應該是陸續會開始做公佈 那因為這個資料在去年已經公佈12處 那今年預定會公佈22處 不對應該是今年初公佈了12處 那今年底會公佈22處 那所有的案例都是照這個流程來分析的 那當然就包含了所謂的室內作業 現地的查核 室外邊修跟保險對象的確定等等 那就會產自出像這樣的 可能在如果是公所的夥伴就會收到 在收到水保局那個公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這麼一張圖 這張圖裡面其實有兩個訊息 一個是黃色的位置 黃色的位置就是我剛才講的 大國有公他的潛事區 地質調查所調查了也好 水保局調查了也好 或林務局調查了也好 是黃色的範圍 那紅色的就是叫影響的範圍 就是有可能當這個鋪面發生破壞的時候 會受到影響的範圍 好 那在手冊裡面 其實開宗明義的講 這本手冊是針對大公共不怕影響的範圍 要整個話去做定義 好 那這裡也是說 這個手冊的使用是提供 疏散避難計畫的範圍嚴明 或者是一些監測警戒固設為主 它不是涉及像我們一些法規 去涉及說土地的限制 沒有 這個只是要去做疏散避難 它要知道說到底誰會被影響到 單純用這樣 所以在使用上是用比較保守的經驗法 我們不是說要比大家算多準 我們只是要說有可能影響的我們先匡列 那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其實在實際執行的時候 也是交由公所 然後或者是村里長再去做確認 是到底誰會被受影響的利益來 這個也不是說水保局拿這個範圍 就把他指定說你們就是受影響 這個其實也都會再去跟地方政府討論 那剛才這裡有提到使用限制的部分 就是主要是以這個防災使用 所以等等的 比如說如果要做開發 那地質法規定你要開發 你就要照地質法的規定去做 而不是說因為我是大規模崩塌 影響範圍會有什麼限制 那在名詞的定義 我想這裡因為這個也在跟大家重複一次 第一個面積大於10公頃 體積超過10萬方 或者深度大於10公尺 就是大規模崩塌 那目前在調查的時候 因為崩塌都沒有發生 所以事實上我們也不知道體積 會不會超過10萬方 我們也不知道深度會不會超過10公尺 所以在圖面判釋的時候 依據其實大部分都是這個 只有崩塌面積大於10公頃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看到 是被列作大規模崩塌計畫裡面的話 通常面積大於10公頃 或者少數是因為已經有滑動徵兆了 有去做調查了 它的可能體積是超過10萬方 或者是深度超過10公尺的 被列在計畫裡面 所以如果是用影像判釋的 都會是大於10公頃 如果是已經有滑動特性的 會符合後面10萬方跟10公尺 那這個只要三個條件有一個 它就算大規模崩塌 不是說一定要並存 好 那過來剛才講 顯示區 會有這些地形特徵的地方 開始在活動的地方 我們就是把它叫做顯示區 就剛才講的 在圖上黃色的這個位置 那影響範圍 這個崩塌發生後 那它可能會受到影響的地方 把它圈起來 這叫影響範圍 那保全對象 目前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執行的 就包含人員、建築物、交通設施、 公共建設等 都是我們的保全對象 所以在我們的範例裡面 像在一星、桃園、一星 它的影響的其實是電廠 那如果在那個八寶寮或中心輪 它其實影響的是道路 這些就是如果大家對我們 為什麼列座顯示區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住人的話 這裡可以解答大家的以後 建物、交通設施或公共建設 都是我們的保全對象 那其實它的作業就剛才講 其實就幾個作業的內容啦 那這個作業內容 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它是比較完整 它不是說我們在室內畫一畫就結束了 我們在室內畫是第一件事情 我們是去收集所有的資料來畫 但是我們都要去現場做查核 每個前市區只要列進來的 我們就要去做查核 看看現場是不是有自體工程 看看現場的保全是不是有變化 有沒有一些局部地形 會影響這個影響範圍的 然後回到室內 我們再做邊秀 然後再做那個套碟 那其實剛才講說室內作業的部分 我們就會去把地形圖拿出來 地質條件拿出來 或者是有一些調查報告等 我們就會去收集 收集這些資料之後 我們才能來做這個畫設 那在畫設剛才講 大哥的崩塌不外 就是我們統計出來 大概有這三種類型 那有沒有辦法分別 這裡做一個比較快速的分別的方式 第一個這個崩塌發生以後 這個土到底會不會進到河道 會不會進到河道 如果不會進到河道的 我們就直接畫中立的堆積 因為它下來就是受地形 因為它進到緩坡 它如果是平地的話 進到緩坡平地的 它就直接堆積 我們就很簡單 去用中立 畫來中立形的堆積 第二個它如果會進到河道 那要考慮的就是 河道的坡度是抖的還是緩的 比較抖的呢 這個有可能會發生土石流 比較緩的呢 我們就要評估說這個土體會不會阻斷這個河道 所以如果比較陡的 符合土石流的發生條件 那我們就做畫土石流型的 那如果是它會符合驗色弧的條件 等一下我會說明這個什麼叫做 驗色弧的形成條件 如果是符合驗色弧的 我們就畫驗色弧 那有沒有可能落到主流旁邊的 它只有掉下來被主流 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完成這些條件 那因為又是主流 它沒有特別的影響保全對象 我們就不會去做畫色 就大致上有這樣的幾個分類 那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 剛才講說我們這個崩塌到底 崩塌下來它要跑多遠 那要跑多遠其實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知道它到底有多少 我們剛才講我們在判試上 我們去做判試的時候 我們是用面積 我們唯一有的資訊只有面積 我們沒有其他的資訊 但是面積跟量體 跟崩塌量體其實這個是在所謂的 它其實是有一些形狀的相關 就是說面積越大的 它照理說量體就會越大 那這裡去收集了很多專家學者做的資料 面積跟體積的式子 讓我們去建的這條公式出來 就是這裡收集的資料 包含地質料它所早期在一鹽水計畫的時候 去做了全台灣的300多個案例 那或者是水利署啊 或者一些學者各國的等等 去建的這個案例 我們推了一個公式出來 就是面積 當我們知道潛市區的面積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潛市區的體積 那知道潛市區體積之後 第二就是它影響有多大 它跑多遠 那跑多遠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大家可以想像 當有一個不安定的材料 放在坡面上的話 它受重力的影響 它就是往前衝 但是會衝多遠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評估的方式 那照理 如果是以這樣來想的話 量體越大的它照理就會跑越遠 質量越大它就會讓它跑越遠 如果在同一個坡度下 那這個是在 一樣是在那個早期 就有一些分析的案例 它也是收集了大概三四十個案例 這些量體下來到底會跑多遠 它回歸了這條式子 它比較簡單 那它裡面唯一需要知道的就是這個B 就是體積 那體積我們又從剛才的式子 我們可以從崩它的面積就可以知道體積 有了體積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會跑多遠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會跑多遠 那實際在使用上的案例 就我一樣拿剛才那個 同一個案例來做說明 這個是我們知道的面積 我們要知道它的體積 第一個要知道說它到底有沒有進河道 所以我們去把河道的地形畫出來 河道的地形畫出來 然後第二個這個坡頂的地形 我們也做一條桶面 我們要知道它跑多遠 然後去計算之後 它的最大的移動距離是1,021公尺 那從坡頂開始畫的話是超過的 那也就是說這個土體是確實會進到這個河道裡面的 然後河道又是比較緩的 我們如果要符合土石流 目前的定義是坡度10度 坡度10度以上的有效面積要有三個一起 那這個坡度只有3.3度 那就不符合 所以我們就來就確定說 第一個是它會進入河道 那進入河道我們可以進入這樣來做判斷 判斷以後我們就可以來畫 那剛才講如果它不是進入河道的 我們就可以來做重力堆積型的判施 那重力堆積型這個我想就是 因為是簡報有提供給大家 我這裡可能會講比較快 就是重力型的話我們只有畫兩件事情 第一個直線距離會跑多遠 第二個堆積的翻度會多少 那這個都是去剛才我講到的 我們去蒐集了台灣的案例也好 世界上各個的案例也好 我們去建的一些關係室把它做出來 我們移動距離有多遠我們知道 那堆積的翻度有多少我們知道 那第二個土石流的 如果它進到河道裡面坡度比較大的 那它就會畫土石流的 那土石流的公式裡面 目前也是延續水保局的做法 不要說讓它的做法有不一樣 水保局是用池谷號的公式進行 那它是一個移動它的堆積距離 也是跟體積有關係的部分 那這個體積的部分我們就 這裡是建議說要考量崩塌的土方量 因為大規格崩塌算的量可能比較大一點 那這裡也有流程圖 每一個參數怎麼算去把它算出來 那第三個形成線色谷 那形成線色谷比較複雜一點點 因為剛才講土掉到河道裡面 它不見得會阻斷河道 所以它有兩個 我在這裡分析取了兩個條件 那這個其實在國內的話有蠻多研究 這是蠻一系列的研究主題 那不包括我們之前那個 成大防礙中心的張明中博士等等 他們都有做這些研究 那我這裡取得比較簡單的兩個 第一個崩塌土體 你要堵住它你一定要能到對岸 意思說我如果只到河道中間 或者我只掉到河道裡面 都不會形成岩色 我一定要到對岸 第二個堆積的土體至少要把水流阻斷 堆積的土體要夠高 如果說我只是掉下來 高度一點點水一下就刷掉了 所以我用這兩個條件來判斷 那這裡面的公式 就剛才講的一些學者 他們的一些研究成果 我把它拿來用 符合這兩個條件的 我們再來畫這個堆積的範圍 那這裡也是一個公式 那我想這個公式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那些資料來看 那這裡我就把它帶過 我就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來做 那在小林村的案例 大家可以看到說像小林村的案例 不好意思 我土屋可能沒有背道 小林村的案例 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小林村的崩塌下來的時候 分成兩股 一股翻過那個領線去掩埋小林村 另外一股才阻斷旗山 形成岩色舞 那在這個判斥的過程中 我們在手冊裡面也把這個現象加進來 我們也提了一個等價摩擦角的觀念 其實跟我們剛才講的那個移動距離是一樣的 看它會不會被地形阻擋 所以所有的譴視區在分析的時候 我們都經過這樣的流程 一個一個去對 然後再對出來之後 我們再來做這個邊修 那邊修完 邊修完我們得到了這個影響範圍之後 我們都要到現場去做調查 現場去看看說 那這個譴視區範圍 確實有沒有需要調整 那或者是堆積範圍 它的河道是不是跟地形圖上看的是一樣 或者是有落差等等 然後去做一些影像的調查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影像的調查 剛才講地調所去做調查的時候 其實地調所在做調查是從99年開始 從100年開始 99年不好意思 從99年開始做6年 那其實到現在 其實那些資料也算是比較舊的資料了 所以要去做現場的在調查 去確認說那些現場的狀況到底有沒有改變 或者或許它已經崩了也說不定 所以要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把這個影響範圍的圖畫出來 剛才講的譴視區的範圍 讓它留下來的影響範圍 那經過這樣的範圍之後 其實在水保局這邊 還會再經過專家學者的審查 所有的資料才會去做公開 那今年如果 應該是今年啦 像今年或者明年初 如果大家收到所謂的24區的影響範圍 其實就是這樣畫出來 那這裡我再找一個案例給大家看 這個是不好意思這個還沒到 這個是我剛才畫的顯示 如果出來之後 我們也會在我們的工作裡面 也會去把這個 它的蘇山避難地點 一些蘇山避難路線等等先做會整 然後所以到時候 公所拿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其實是一套的 而不是說 我就只有 不是說我就只有拿到這張圖 那我到底要幹嘛 其實相關的資料水保局 在這邊也都幫大家準備好了 它是會有影響到誰啊 影響的戶數有誰啊 然後到教會的距離有多少等等 這個都有整理出來 那這裡是我剛才講的那個案例 剛才在證公的簡報裡面有提到 就是在秀卵這一塊 那這個也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是說 在崩塌的發生之前 大家就想說聽了好恐怖喔 是不是隨時都有可能會崩下來 其實也沒有到那樣子 因為剛才講這個崩塌要發生 其實它需要累積一段時間 那像這個是秀卵的案例 我想這個陳總在這邊 這個是我引用他們的資料 這個是8月9號的 其實8月9號的時候 我在台北分局就有發現說 上面這些治理工程已經有破壞了 就像光滑的案例一樣 其實它破壞之前都會有徵兆 不是說它會突然掉下來 只是說我們過去可能不知道 要去看這些徵兆 像小林村可能說我們不知道看這些徵兆 那事實上它是有一些徵兆 那時候我們就先做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先拿這個資料去做 這個是秀蘭的顯示區 然後我們去做這個分析 那分析出來 第一個當然就是剛才講的 第一步先看它會不會進到河道 那確實會進到河道 然後就去評估後續 那我們就畫了這個影響的範圍出來 那確定就是在這個條件下 因為它河道比較窄 就是形成驗射雨 那事實上它垮下來 雖然沒有垮那麼大 但是它也切斷起這些設備 所以經過我們這個影響範圍的話 這其實有蠻大的部分是可以預先稍微知道說 有可能發生怎樣的災害 我們再來做應變 這個是對於大家來說 可能是有多了一點點的了解 而不是說我就只知道說這裡會崩 那崩了以後會怎樣完全不知道 那這個是影響範圍的部分 那再過來就是警戒雨量 那警戒雨量其實就用這張圖要跟大家講 警戒雨量的訂定其實對我們 那時候水保局請我們來做這個工作 其實我們也是非常的困擾 因為就像大家一直講的 大規模工它其實不是有單一因素就可以決定的 這個是之前在日本有一個 Kaneta跟Kano做的一段圖 他說當這個坡面吸塵之後受到重力的影響 其實它或多或少就會一些病行的發生 那隨著時間我們可以看到有這些徵兆 但是它裡面到底有沒有滑動面 我們不曉得 我們不曉得 但是如果經過一些颱風好雨的事件的時候 有可能它就會有一些小的滑動發生 或者是它就一次滑下來 那這個小的滑動發生的時候 也有可能經過一些某些事件 它就值得滑下來 這裡我打了三個問號 我們在地形 我們在剛才講從地調所的資料 我們看到的是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特徵發生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後續是要走哪一步 所以我們在應變上就非常的困難 好 那這個是在現象的解釋 那再回到這個圖 剛才那個國威真公的簡報裡面有這張圖 那在這個分析的過程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學者去做了一些分析 又想嘗試著來看看 那這個是Saito在日本的學者做的 那它這條曲線 它是拿一個材料去一直把它壓壓壓壓壓 壓到它壞掉 它是做實驗的 所以它是一個均質的材料 所以它在發生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的材料開始發生 開始遇到一些事件的時候 它可能就開始發生變形 那這個變形有可能是減數、等數、加數 一直這樣過著 那這個過程也不是絕對的 也有可能發生的一個階段的時候 這個外力解除了 它就材料本身又恢復了 要一直到這個經過加速變形的階段的時候 材料才會破壞 那這個過程其實我們在 如果我們要做應變的時候 這個請大家也要思考看看 假如我們的邊坡會照這樣的方式走的話 我們到底要在什麼時候做應變 我們要在什麼時候做應變 所以這裡我們把它拆成了兩個階段來討論 第一個我們一定遇到一個事件 我們是遇到事件之後才要開始做應變 所以我們這裡事件的發生 我們選擇了在台灣又崩塌的發生 不外乎就是雨量跟地震 那目前水暴局針對雨量 所以我們這裡選擇了雨量 那現場的變形目前也在 我們現在也有所有的老師在做這樣的研究 做了很多 到底要用什麼設備啊 有沒有設備可以用多久啊 設備能不能經過起颱風好雨啊 就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有沒有試過說在颱風期間 在應變的時候跑到外面講電話 在山區訊號就已經不好了 颱風好雨的時候訊號又不好 那你說我裝了好多設備 然後要把資料傳回來 其實都是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在變形的這部分 其實是還在水暴局很努力的在做 他要來做的就是說 那他到底是要持續變形呢 還是說他慢慢趨緩 所以我們把幾屆分成兩個部分來考 第一個我們針對事件所謂事件的來做 第二個是變形的過程 那這張簡報剛才可能大家也有看到 那所以說我們在剛才講的兩件事情 地震有氣象局會去做預測 我們水廣局要去做地震的預測可能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如果知道地點 地震後我們可以去檢查 那降雨我們降雨下在哪裡 氣象雨會給資料 我們也可以來做一些分析 那剛才講的地表啊地下變位等等的 他都需要一些資料 那他雖然比較準 所以像剛才提到說我們的警戒有兩種 一種是事前的 一個是事前的警戒 一個是發生後的警戒 那事前的警戒似乎就雨量才做得可以比較好一點 其他的都已經是在現象已經發生了 我們能不能很準確地預測 這個就有在實務操作上 可能就大家的存疑比較多 所以我們目前的警戒時就先用雨量來做 那用雨量來做的時候 那用雨量常常我們就講說在一般學術上有幾個做法 第一個是統計 我們就去收集很多資料 我們去各式各樣的資料收來 我們就可以說那總是有個趨勢可以做 第二個是觀測法 觀測法就是我們就看嘛 看雨量下到多少的時候會發生崩塌 我們就把這個當警戒指 我們用這樣的方法做 那過來解析法 我們有很多數學模式啊 我們有這麼多的專家學者開發很多模式 我們用算 但是用算的 第一個我們剛才講 我們畢竟是真實的世界 它不是那麼均實的 它裡面會有很多不確定性 所以算的我們可以拿來做一些 叫做情境的了解 做一些這些狀況的了解 但是要做警戒指它是比較困難 然後因為有這些特性 所以我們就選擇是用所謂的統計法來做 那統計法來做 第一個就是要做大規模貿的世界 那剛才我在我的案例裡面 我也講了 我收集好多資料 但是其實大家看我的簡報 再怎麼多也不夠30個40個 那這個要去做統計的時候 其實就會很多老師問我說 那代表性如何 那這個事情我就一直也非常困擾 就問我到底有沒有足夠的案例 那後來是國內有另外一組 做地球物理的老師們 他們可以用地震的訊號去找說 什麼時候有發生崩塌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 你要崩塌然後有地震訊號的話 那個崩塌的量一定要夠大 如果是小的崩塌 其實地震訊號是抓不到的 也就是說只要他能這樣抓到的崩塌 其實應該都是比較屬於 可能是大規模崩塌的案例 對於收集的資料 那確實這個老師他們找到了 總共在2001年到2016年有22場降雨 裡面有259個發生的大規模崩塌 這個對我來說我在分析上 我就比較有信心一些 那發生大規模崩塌的時候 我又遇到一個問題 我今天要做的是像左邊小林村這樣的崩塌 還是像右邊上屏這個崩塌擴大的 就是這種再擴大的崩塌 我要去做哪一類的分析 那經過那時候經過一些討論 就像這種地方的崩塌 如果說我們要去做警戒指 其實這個地方因為它已經崩塌了 所以它的機制可能會更複雜 所以我們那時候設定 我們先把新生崩塌的這個做出來 先試試看 那在我們剛才講得到的案例裡面 我們分成兩種 第一個80筆資料是從剛才講 地震訊號知道的 地震訊號有一個好處 什麼時候幾點幾分發生崩塌 我都可以知道 幾點幾分發生崩塌我可以知道 那另外的是我從衛星影像 很多影像去比對 我可以知道哪一場事件這個崩塌發生了 但是我不知道它幾點幾分發生了 所以我有這麼多的案例 那我把它點出來 那第一個 一個是崩塌前他看不出有崩塌的 我們把它叫做新生的崩塌 第二個崩塌前他已經有局部的破壞了 我們事件後變大了 我們這個把它叫做擴大的案例 所以總共259筆裡面 有28筆是新生的案例 知道發生時間的 有52筆是擴大的 179筆有79是新生的 100筆是擴大的 那我取新生的出來做分析 然後要做分析之前 我們總是要知道說 那我要算下雨到底要怎麼算 剛才在塞頭的那張圖裡面 其實它就是一個安全係數的變化 那這個是我們常做在大地 在做這個邊坡穩定的時候 用的一個公式 用的一個式子很簡單 叫做安全係數 它講的是什麼 就是驅動力 這個驅動力跟這個摩擦力的比值 驅動力大於摩擦力 它就會滑下來 這個是非常 我想是非常簡單的觀念 驅動力大於摩擦力 它就會滑下來 那假如 那這些力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計算 它跟裡面的材料組織也有關係 假如我可以知道地下水位 我可以知道崩擦的深度 知道地下水位的時候 理論上我就知道 什麼時候會發生崩擦 理論上 那我們去做一些分析之後 我們去把這個安全係數 建的跟幾個關係有關 第一個是崩擦裡面的含水量 第二個是它所在的坡度 第三個是它的材料的比重等等的 有這麼一些關係 但是這些參數在使用的時候 又遇到問題了 我又遇到問題 我不知道含水量 剛才講的我所有收集到的案例 都是崩塌已經發生的 我不知道含水量有多少 但是在這個地方我就偷 我就不要說偷 我就做一個概念的轉換 我把它換成雨量 我雖然不知道含水量有多少 但是我可以知道雨量有多少 我就用這樣去算 所以在這個分析的時候 我就去做雨量 那剛才講我有兩種案例 一個是我知道它幾點幾分發生的 一個是我只知道它在什麼事件發生的 兩種案例 那我就可以得到兩種雨量 一個我知道它幾點幾分發生的 我就可以知道它發生那個當下的雨量有多少 第二個事件的發生的 我就知道說那總事件有多少 我只能知道這樣 然後我去把這個兩個因子點上來 第一個 剛才就也有回到剛才的公式 我這裡選了兩個因子 一個是這個H比D 一個是5比Z 那一個是跟坡度有關的 一個是跟水量有關的 我去做一個關聯系的分析 那這個分析裡面可以看到黑色的點 黑色的點 在這張圖裡面黑色的點就是 我知道什麼時候 幾點幾分發生的 紅色三角形知道的是 我只知道它是哪一場事件的 那這兩個點會有什麼差異 這兩個點會有什麼差異 我知道幾點幾分發生的雨量 理論上會比較小 因為恰語是這樣累積的 我如果不知道 就是如果是它 我只知道世界雨量的話 它的值應該比發生雨量還要小 那我在點的時候 我就希望說至少說 我點出來之後發現 紅色的點的分布其實是高於黑色點的 那這個有一個 就對我在對這個市值比較有信心的原因是 那合理嘛 我的世界雨量應該是要比這個 實際的發生雨量來得大 所以我去把這個雨量去做完 我去畫了一個下包落線出來 就是說只要超過 意思是說我舉了一個保守值 只要超過這條線以上 我們就試做這個崩塌會發生 用這樣的方式 我就可以去訂所謂的發生雨量 那要訂發生雨量的時候 這個就回到所謂的風險管理的問題 我們要做防災避難的時候 我們要去賭崩塌發生前 我們才要啟動 還是我們要準備才啟動 我們要知道要下大雨才啟動 還是說我們等到大雨發生了 已經下了我們才啟動 所以剛才講 我們剛才的方法定的叫做臨界的雨量 臨界的雨量是說 我崩塌發生到底需要多少雨 那我如果把這個紙拿來做災害管理的時候 那就真的在比準不準 我們在比說準不準 但是我們的生命財產是可以拿來這樣比的嗎 所以我們本來就應該是要把這個發生雨量 去轉為所謂的警戒雨量 那警戒雨量的部分就是要去做所謂的防災操作 那防災操作上也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像剛才講我們訂很低 一天到晚再發警戒 民眾可能就失去信心 但是我們如果訂很高 在執行上可能就有困擾 所以到底要訂多少 這個是另外一個議題 那這個是所謂的社會科學 那這樣的問題 所以警戒雨量有訂定 其實就是所謂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的結合 那這個 但是我們定出來 總是要定出來才能去做操作 才能去做檢討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這個方法 看起來不是那麼的正確 但是它是一個有依據 而且是可以操作的值 那我們就來操作看看 那這個是我們警戒指的調整 我們這裡是考量疏散避難的準備 就是說假如說我們需要疏散避難準備的話 大概要六個小時的話 那我們就提前六個小時來做這個發布 然後去調降這個警戒指 那去把這個警戒指算出來 我們就可以去把這個警戒指 每個前市區就剛才講的 其實它的公式 有公式我們就可以去算 每個前市區的警戒指都把它算出來 那算出來之後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有大規劃工它的警戒指 也有土石油的警戒指 到底怎麼辦 我們要聽哪一個值 那我們去做一個分析 把過去的10年20年的資料搭出來 我們就定了這個警戒指 假設我們20年前就有大規劃工它的警戒指 我們去做警戒的發布 然後跟土石油的警戒指去做比較 那我們去試了幾個前市區 然後發現如果是土石油的警戒指 大概一年會發布兩次到三次 平均來說一年會發布兩次到三次 但是如果是大規劃工它的警戒指 大概兩三年才會發布一次 那這個在操作上就會面臨很大的問題了 就是說我們的警戒指發布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又再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去討論說 那跟土石油到底有什麼關聯 跟土石油有什麼關聯 那這裡是討論的 第一個就是保全對象 剛才講其實防災操作都是人 所以我們用人來看 第一個 我們土石油的保全對象 跟大規劃工它的保全對象有沒有一樣 如果有一樣的 我們就把它這樣一起 即使它是在同一個集體區 或者它沒有在同一個集體區 但是會被影響到 這個叫一型 二型是他這些人過去沒有土石油 防災操作的經驗 你跟他講警戒指是什麼 他可能完全不知道 這個叫二型 即使他是在同一個村裡 或者是他的村裡根本沒有土石油 這個都是二型 一型跟二型是用保全對象來分 我們這裡再稍微做一個補充 那這個警戒的發布 就剛才都有介紹 我就跳過去 那這個是剛才 就有另外一個研究的主題 也是目前我們嘗試在做 也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樣回到這張圖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釐清 我們的坡面 到底現在是屬於哪一個階段 那這個部分在過去的做法 就是這裡也收集了一些文獻 那這個資料其實是在水保局的紀研小組 他有一本針對這個手冊 是2018年翻譯的 我跟大家也在推薦一下那個紀研小組 他們滿認真 翻譯了很多國外的資料 然後有一些把它翻成中文 我們要讀比較容易 第一個是剛才講說 我們這一條變形的量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變形的量 來估說 它到底什麼時候會發生破壞 這個有一個叫齊騰法 第二個叫做速度的導速 它的變形的表面的移動量是這個樣子 他把它換成一個速度的導速來做 那第三個是這個叫山頸法 他同時考量應變量跟應變速度 然後這樣子來做 那這個他把它分區 那我們就拿一些日本的案例來看看 這個是在大分的棉田地區 那這個是一個一樣 其實日本就是地華 然後他們去做調查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他們地表伸張劑觀測的數據 就逐步每天的速度越來越快 那速度越來越快的時候 他們就去做了一些各式各樣的分析 剛才講的三個方法都使用了 騎騰法也用了 然後那個服用法也用了 那用了這兩個方法他發現了一件事情 這個崩塌是有可能會壞的 所以他們就去做警戒 去做疏散等等 結果發現了 結果後來這個地華的速度變小了 像我們的光滑一樣變小了 它沒有滑下來 那這個是一個案例 那這個是三種方法的分析成果 可以看到 那這三個方法 剛才講說在這個山頸法的話 它有落在AB區 有沒有落到AB區 那第二個是在靜岡的門島的地區 那這個案例是算日本成功 相當成功的一個案例 我想可能在很多會議 大家都會看到這張圖 那時候我也直接問那個老師 那個日本老師來 我說為什麼你們都講這張圖 他說因為其他的不準的 不會拿出來講 就只會拿準的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成功的案例就是 他們一樣觀測到這樣的監測紀錄 然後他們去做 他們這一個是有去做發警報 然後後來確實真的垮下來了 這個是垮下來以後的照片 原本也是有裂器 然後才垮下來 那他們一樣 剛才講我們上面三個方法去做 三個方法去做的時候也是 他有落到這個B區 然後後來才垮下來 所以說我們就去評估了 這個三個方法到底哪一個可用 好 那這個就因為國內有一個案例 所以我們就拿來試試看 那這個是那個光法的案例 我想這個我就就可以給大家分享一下說 那個崩塌其實是從今年初一直持續的在動的 那這個是應該是局裡面做的資料 可以看到說你看看這個邊坡是一直在動的 不過因為它是一個愛口的地形 峽谷的地形可能就沒有一次的破壞發生 好 但事實上它就是一直在動 那在這個地方局裡面也裝了各式各樣的設備 甚至後來有找一些學校老師也來裝設備 可以看到每一個點都是一個監測設備 好 那這麼多監測設備到底得到什麼 好 那這個我們一樣 我也那時候因為也有算雨量 那所以我用雨量去做 那可以看到說在幾個世界裡面 如果說我們有設景界雨量的話 這個是實際的雨量 所以說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是搭氣象局的累積預報雨量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是會去發起戒指的 那第二個是這個變形的量的部分 那變形量的部分 這個指是也可以跟剛才看到 日本兩個案例都一樣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條線一直往上爬 那到底它停下來的美 它要壞了美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因為在它真的垮下來之前我們都不知道 那我們一樣用這個方法去做 那這個是陳總那時候做的 陳總有強調說這個是那時候是用很局部的資料做的 這個只是一個初步推測的 那這個是我們那時候後續再去做的 那我們去把這個分析出來 它這個變化情形其實就是一直落在這個C區 然後沒有進到所謂的A區跟B區 那這個跟大家分享這個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大家知道說 因為水保險現在要推警戒指 那大家可能有一些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都會想說那依據到底是什麼 那準不準會不會造成困擾 那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其實水保局這些相關的研究都一直有在進行 那就像我剛才講的 總是要有一個指出來 我們才能做檢討 我們才能做調整 如果沒有這個指出來的話 我們就一直想說我們要發簡介 但是怎麼發 效果怎樣 我們就不曉得 所以這個也是給大家看看說 其實都一直有在做的啦 那用這個指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把它反映出來說 它在什麼時候是比較危險的 就是比較做在加速的階段的 那什麼時候回到一般的階段 那確實在這樣的分析下 這樣的現有的架構下 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這裡 就這樣 大瓜瓜屬於低發生機率 高災害損失的災害類型 那這樣的災害型態 它發生機率是沒有辦法量化的 所以我們的治理跟管理沒有所謂的標準 你要去把它設計標準去把它降下來不行 所以說我們就用風險迴避風險轉移的方式 那今天介紹的影響範圍的劃設 警戒雨量等等 都是所謂的風險的迴避 危險的地方 危險的時候 你就不要在那個地方出現 那雨量基準的時候 這個要怎麼調整 或怎麼應用 這個是我們下一階段的主題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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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